两极分化 如果你还看不出某队的意图 那只能说明你太菜了 大家好我是黑白手 那么今天的盘面呢 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 而这种两极分化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大小盘的一个分化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涨跌排斧榜指数来看 那么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的大盘股 它涨幅达到了0.79% 而排斧榜最后的 是我们的微盘股指数 它目前的跌幅呢 1.24% 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话 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大盘股强 小盘股啊 微盘股啊 微盘股弱的这样一个局面 而这种局面的话呢 我在啊 最近的视频里面也反复的跟大家预告了哈 而现在的话呢 只不过是被市场给演绎出来 那么之所以市场会出现在一个大盘股强 小盘股弱的这样一个局面就在于什么 就在于本轮行情 它到目前为止 大盘股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没涨完啊 没涨完啊 而对于我们的这个呃 微盘股来说啊 它本来就是一个下跌途中的反弹 它是没跌完的哈 没有 也就是说啊 针对我们市场的这个 截后的这一波上涨而言 我们要分别来对待哈 来看 你比如说对于咱们的这个呃 上证五零或者大盘股指数来说啊 那么这一轮上涨的话呢 它是没有涨完的 也就是它跌 它呢 这个下跌只是针对上涨的一个回调 那么回调结束之后 它还是有机会去创出新高啊 也就是说还有一波上涨 而这波上涨 大概率是能够去创出新高的 也就是说啊 大盘股涨也会带动我们的上证指数 进一步的去挑战啊 3174点 但是不是现在 而与此同时 我们以微盘股为代表 或者说以中正1000 中正2000等指数为代表啊 它这波上涨的话呢 仅仅仅仅是什么 仅仅是下跌途中的反弹 而非真的上涨 只是呢 跌的多的 跌的惨的 走了一个修复性的一个反弹 所以啊 它这一波下跌啊 是什么 是新一轮下跌的开始 而且呢 在接下来的上涨过程当中啊 指数上涨过程当中 咱们的中正1000 中正2000 微盘股指数 它也很难再去创出 本轮上涨的一个新高了啊 甚至的话呢 它连次高点都达不到啊 也就是说 它们本身的话呢 就有着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 呃 性质上的一个不同啊 大盘股 没涨完 而微盘股啊 它是没有跌完的哈 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 非常明确的大盘股强 微盘股弱的这样一个局面 好 这是第一点哈 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啊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的指数啊 互指对吧 调整结束了吗 啊 很明显没有调整结束哈 呃 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到上证指数 这上面哈 我跟大家讲过哈 这一轮回调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日线卖点引发的一个回调 那么一个日线卖点引发的回调啊 虽然说现在3100点还没有被有效的击破 但是啊 这个日线日线卖点引发的回调 一旦确认之后它并不会走这么小这么短时间的一个调整啊 我们预判的话呢 那至少啊 点位上至少是要去碰到3000点的 而空间啊 时间上的话呢 也不会低于啊 半个月 甚至的话呢 也达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啊 所以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跟大家讲过哈 在数字构造在一个日线卖点的时候啊 而且我跟大家讲这波拉伸反而是绝佳的卖出机会 并且我在当时的标题里面说到一个月之后 希望大家依旧喜笑颜开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记得了朋友们 我们在弹幕当中打一个666 那么现在的话呢 只是调整两天之后 整个市场的话呢 在3100点3080到3100点这个区间所出现的一个小支撑啊 引发的一个反弹而已 而这个反弹大家也看到了只是大盘股强 而微盘股的话呢 它是小盘股 它是继续下跌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指数虽然说互指没跌 大盘股指数甚至还逆势了一个上涨 但是个股的跌幅并不比周五要弱 并不比周五要少啊 甚至这一点的话呢 从我们的平均股价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里的反弹的话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适合参与的啊 当然如果说你仓位小的话 你做做反弹啊 没有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仓位重的话啊 这个时候是不适合再把仓位进一步加重的 这个我在昨天的视频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啊 那么接下来这里走出反弹之后 新一轮的下跌啊 请注意 新一轮的下跌 大家注意我把放大一下啊 接下来的话呢 进入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情分析 以及预判上面了啊 大家的话呢 就竖起耳朵啊 听一听 首先这里的话呢 震荡完之后啊 不知道能不能站稳三千一啊 我是不知道的啊 然后市场将会行出现一轮破位下跌 这个时候呢 将会击穿三零八零啊 或者说啊 击穿啊 前期的一个低点 去向到三零五零这一带迈进啊 那么这一波下跌的话呢 整个市场将会出现啊 什么什么原因跌的 大盘股补跌 好吧 高位大盘股补跌造成的哈 高位 这个时候我们说指数下跌 这个时候呢 大盘股 尤其是高位大盘股啊 补跌啊 补跌 他今天不是很强吗 啊 但是如果他无法一直持续的话 那么整个市场将会出现高位大盘股的补跌行情 而一旦走出补跌的话 咱们整个市场而来而言啊 互者的话呢 将会进一步往下去探 而到了这个低点 各位 到了这个低点 整个市场的话呢 又会出现新一轮的啊 这样一个机会啊 这个机会的话呢 我目前判断是什么 注意看哈 呃 在这里会走出啊 级别大一点的反弹啊 时间也会大一点的反弹 来 我用红色的红色的箭头来表示哈 那么这个红色箭头啊 大家注意哈 呃 我们这里的话呢 去买什么 或者说如果大家要做的话 可以买什么 首先啊 连续下跌的小盘股啊 小盘股 微盘股 它是可以抄底做一做反弹的啊 第二个的话呢 呃 一些持续下跌的比如说啊 前几天涨得比较强啊 最近的话又跌的比较狠的一些地产大盘呢 光伏大盘 包括一些啊 消费大盘等等啊 呃 低位啊 大盘股 在连续下跌之后将会存在什么 将会存在这样一个做反弹的机会 而这个上涨的话呢 大概率也只是啊 只是反弹而已 好吧 明白吗 这是我接下来对于市场的一个 呃下跌以及上涨的这个机会上的一个判断 而今而这个小上涨好吧 我们还是用箭头来表示一下啊 这个小上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啊 也就是这两天啊 今天啊 甚至的话呢 明天啊 下午就包括啊 甚至的话今天下午涨一涨就结束了啊 啊等等啊 这个上涨的话 其实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呢 是高位大盘啊 对不对 是高位 大盘股啊 上涨 扛指数啊 我看到煤炭啊 石油啊 包括银行啊 甚至啊 这个跟风的证券还拉了一小下 对吧 等等啊 包括电力啊 这种高位大盘方向啊 高股息方向 拉了一下 使得指数在这里出现了扛涨啊 比较比较强势的拉涨指示 拉涨走势 而这一波上涨之后啊 我判断啊 各位我都是预判呢 我都是预判啊 接下来这一波下跌的话 也是一个同步性下沙啊 好吧 而这个同步性下沙是在高位大盘股的补跌下 造走出来的 同时整个市场的话呢 啊 你说低位大盘会跌吗 会啊 它是一个普跌啊 包括小盘股会跌吗 也会啊 它是个普跌 所以如果说大家愿意去做的话啊 虽然说这里也不会 这里也不会成为本轮调整的最终点 但是这个上涨的话 我是不建议啊 大家去做啊 我是不建议一些技术水平差的 或者说这个反应速度慢的人去做啊 但是再跌一波跌到3050这一代啊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出现大盘股补跌 带动全市场的一个呃 新的下跌啊 而这个时候一旦跌完啊 一旦跌完啊 3050这一代嘛 那么这个反弹我觉得呃 大家可以用两到三层仓位去抓一抓啊 去做一做 我觉得问题不大哈 呃 而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一些优质的中小盘啊 啊 不是所有的啊 我现在尤其是优质中小盘啊 垃圾股就不要看了 垃圾 垃圾中小盘 垃圾股 我不要去做啊 啊 现在市场最怕的就是你去搞垃圾啊 那你不知道现在a股呃 目前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文章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当然了 呃 就说这么多吧 好吧 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